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我是霈霈 歡迎回到車探聊天室 最近我有幾位朋友 升級成爸媽了 他們都會問我說 霈霈 你有幫什麼推薦的 兒童汽車座椅啊 當然我是台灣好媳婦 雖然說我沒有小孩 但是我也是蒐集了不少問題 像是兒童汽車座椅它的安全性啊 或是說汽車座椅到底舒不舒服 好不好裝等等 今天我也要來幫大家體驗一下 剛好最近我收到了Messi Coast的邀請 要來體驗他們全新的產品 360度的旋轉器座 它的全名叫做 Stone寶石360兩感器座 那我們現在一起來體驗看看吧 那為什麼小朋友需要做器座呢 其實除了法規的關係 安全性才是最重要的 或許有人會說 其實小朋友就給媽媽抱就好啦 但是你看一下 國外的撞擊車子影片 而且小朋友的頭部頸部 其實非常脆弱 就算它不是大力的撞擊 只要一個緊急剎車 都有可能發生遺憾 所以器座的錢真的不能省啊 那或許有很多朋友會說啊 那器座款式這麼多 到底要怎麼挑呢 其實除了品牌之外啊 款式也很重要 因為不同的款式 對應到的就是不同的年齡 而Messi Coast它大多的產品 都延續了歐洲的觀念 它是以0到4歲 3.5到12歲作為區分 而我們今天要體驗的Stone 它就是0到4歲的新生兒成長型座椅 只要身高沒有超過105公分 都可以繼續乘坐喔 讓寶寶呢 在不同的成長階段 都可以做到符合身形的座椅 而在安全性的部分 相信也是各位 Babby媽咪很在意的喔 Messi Coast所有款式的器座 都是在荷蘭設計的 器座在歐洲行之有年 所以在安全認證上是相當的嚴格喔 那它們大多數的產品呢 都有通過德國第三方的 撞擊權規ADAC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今年並沒有在ADAC的名單上面 但是我們透過原廠可靠消息指出 它的評測成績相當的優異 相信通過只是時間找完的問題 那另外呢 Stone它有通過台灣CNS的檢測 以及歐盟最新的iSize認證 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注意看看你的器座上面 有沒有這個iSize認證 其實講了這麼多啊 我知道大家聽了Busasa 簡單來說 在新的安全規範下 醫師有通過的器座 跟沒通過的器座 它們在安全係數上 就強差了五倍喔 接下來我們實際感受一下 Stone的觸感 因為像小嬰兒的皮膚 其實很嬌嫩 就跟我一樣 好啦 那我們實際感受一下 你會覺得啊 它是一個很好清理的材質 可是摸起來卻不會刮手 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 上面的這個襯墊 做的也蠻柔軟的 感覺也可以給寶寶很好的支撐力 然後我覺得啊 最重要的應該就是背部吧 因為像我自己就很會流汗 那何況是新生兒寶寶 也是他們呢 長時間坐在這種 汽車座椅裡面啊 難免也會起濕著 所以透氣度很重要 那這張Stone座椅呢 它有一個專利設計喔 叫做Clima Flow 其實它就是坐在 它的背面這邊 有沒有 露眼可見的透氣 包含背板都有做一個透氣層 那再來啊 這張座椅 它還有一個專利的設計 因為像在車禍當中啊 我覺得最危險的 就是側撞了 那這張座椅啊 它其實有一個專利的設計 叫做 GCELL蜂巢式的防撞設計 它是以六角形處理 那它可以平均分散衝擊的力道喔 那其實不是只有肉眼看到的這邊而已 它是整張座椅的 氣座結構 都是有這個防撞設計的 講了這麼多喔 相信各位白雲媽咪 很想知道這張到底到底好不好裝 那我們也實際裝給各位白雲媽咪看吧 我們現在來到室外 試裝這一台Stone的兒童氣座啦 那我先來試裝看看 欸不對啊 哪有人生完自己裝的啊 當然是要叫老公來啊 老公可以幫我安裝一下嗎 拜託喔 謝謝 哇喔 寶貝好可愛喔 它的ISOFIX的插箱啊 是可以做調整的喔 就算你家的車型 它的插口比較深 也是很好安裝的 然後固定到一個位置之後 它就會有綠色標示 包含它的支撐腳也是 不僅防待也多一層保障喔 謝謝老公 幫我把氣座安裝好了 那現在呢 我要把寶寶放上去囉 你寶寶好輕喔 不知道真實的新生兒 是不是也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先將寶寶把安全帶拉好 那安全帶的部分啊 可以從這邊開始調 但我發現它的安全帶 其實是立起來的嘛 這是它的專利 叫做Easy In的設計 我自己蠻喜歡這樣的設計的 因為你放寶寶的時候啊 如果安全帶壓在下面 其實你會手忙腳亂 那它這樣立起來呢 我就會比較好放寶寶 那我們現在幫寶寶把安全帶系上 把你的手手掀出來 好 像我因為第一次 把寶寶放在氣座嘛 所以感覺起來手忙腳亂的 熟悉一下應該就還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把安全帶拉緊 齁 你應該不會太緊吧 那記得幫寶寶留大概 一個手指頭的距離喔 做起來會比較舒適 這台Stone呢它的亮點就是 360度旋轉 那這個功能很簡單 這裡有個八手 我們來實際壓壓看 欸 很順耶 好 這邊側向 欸 都有頓點耶 還不錯 那這邊呢我也調整成反向囉 因為新生兒的脖子比較脆弱 所以法規有強制規定 兩歲以下一定要反向乘坐 而且反向乘坐的時間越久越好 而Stone呢它座椅的規格其實甚至超越了法規 所以它可以乘坐到四歲 那另外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 如果是正向乘坐的話呢 很有可能因為你緊急煞車的邊甩 造成新生兒的危險 所以大家記得兩歲以下一定要反向乘坐 那接下來我們要怎麼調整寶寶的傾斜角度呢 其實它這張座椅很方便喔 很直覺 它最躺可以到達150度 它是四面最躺 同時也可以依照寶寶的身高來調整 一倍的高度它總共有七段可以做調整 那整整新生兒啊 其實Macy Corsair也非常的貼心 它有新生兒秤墊 那這新生兒秤墊同樣也是可以保護寶寶的頸部 頭部讓它包覆力更好 左右兩側呢有高吸震的EPS的記憶頭枕 除了更包之外啊 因為當撞擊來的時候 它的這塊新生兒秤墊 跟它的專利G-Sale的技術呢 可以形成三層防護 讓寶寶座的更舒適之外 同時也更安全喔 好啦我也體驗完 Stone寶石三六元兩感器座了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好了 其實我覺得它真的是一張很貼心的兒童起座 雖然說價錢比較高 畢竟一分錢一分貨 不管是安全性上啊還是設計上 我都感受到它的用心 再加上我覺得它售後服務其實蠻強的 它提供了五年保固 出事故的話呢也可以免費換新 但僅限於台灣總代理購買喔 而且啊醫照身高來看啊 它也是可以一路使用到四歲多 算是在使用期間呢都是在保固內的 很多人可能會陷入低價才是CP值高的迷思 但我覺得啊安全性才更要要求 記得要選擇安全認證的產品 畢竟器座呢算是意外當中的最後一道防線 能夠在緊要關頭中守護我們孩子平安的長大 這才叫做真正的划算吧 我是沛沛 大家對於器座有沒有什麼任何想法呢 或者是說你有使用過什麼好用的器座 也歡迎大家跟我們分享啊 那記得訂閱8191汽車 小鈴鐺記得打開 我們下次見 掰掰